那大家好,因为最近快要放暑假了嘛 有可能有一些学生是已经考完试了 有可能有一些是在忙的考期末考 如果在考试呢,就加油咯 如果是父母的话,最近应该也很忙在帮小朋友 找一些活动暑假可以去参加 或者准备都打算要去哪里玩之类的 所以如果你有打算要去泰国玩的话呢 就是我最近也有在想,就是想开那种 就是关于旅游的一些课程 可是上课的方法就是跟我其他课一样 就是用直播上课 然后下课之后影片会留在我们的组里面 然后今天呢,我就是有刚做广告嘛 在打广告,就是解释一下我们的课刚怎么样子 就是总共有五次,然后一次两个小时 就是总共十个小时舞台这样子嘛 然后又有人问我,就是密我说 诶,老师那这样子,就是他跟你开的其他课有什么不一样 我就,诶,其实也对,有可能就是有一些人想知道 可是也不太知道是,那我现在有开几堂课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这个,呃,就是旅游泰文 或者旅游,呃,就是课程这个呢 是到底有,有在教什么东西 好,我再先讲这个 然后再,呃,跟其他没有开的课 已经有开或者快要开的比较一下 呃,很多人应该知道是七月我最近啦 就是有说要开两种课程嘛 就是关于泰文的,就是七月要新开的 第一个,七月我要开就是绘画课程嘛 一个礼拜连次,一次差不多两个小时也是一样的 可是那个绘画课程呢 它是一,呃,一次是礼拜四 然后一次是在礼拜六晚上这样子 它是在教泰文绘画 所以会有一些是有可能跟,呃,生活上的那一种绘画 或者这是该叫的当时啊,有关系 可是旅游呢,它是在教旅游 然后不是只有在教泰文而已 就是我的课程呢 有准备的是比如说 这不一样的什么车子啊 如果你要什么去换车,去哪里之类的 你从这个点,要去这个点怎么去 泰国你有哪些地方该去看 有哪些说有什么东西该买该吃 对泰国来说有名的店啊 或有名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神什么庙的 你应该去,去拜拜 因为它很零零的是在哪一个点 然后有没有什么故事之类的 然后如果是那,那一周我们在讲食物的话 也可能就是介绍一些泰国,呃,食物的文化 然后就跟你们说是 我们小时候呢,泰国人是什么东西长大 在Savien有哪些东西是必须要要吃看看的 或者我们如果是讲到,呃,最后一堂呢 就是我们是,我觉得这很好玩啦 有可能就是你有想跟泰国人交朋友或交往之类的 或者你觉得至少这种东西是有可能帮助你看泰剧的话也 或者有可能是帮助,呃,帮助Fanny什么情歌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可以教一下就比如说泰国的dating culture是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呢平常是觉得,呃,帅哥美女长怎么样啊 然后就是如果你要跟他们搭讪呢 你要就是怎么讲,然后有一些pick up lines 或者有一些就是觉得,嗯,应该也蛮好玩的啦 就可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报名看看 所以我们的旅游课程呢,你不一定会 要会泰文字 然后我也会准备讲义给你们 就是会跟你说是,呃,在哪个地方的一个城市有哪些 你,我觉得啦,值得去看 有可能对外国人来说没有那么有名 可是对泰国人来说,我们就觉得一个当地人会去的地方 你就可以至少不是每个人会喜欢玩一样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准备一下就是 我觉得,我觉得很好玩 或者我们家或者我带我外国朋友去看看的话 如果是白人啊,他们喜欢玩什么东西 平常亚洲人玩什么东西就不一样的地方 就可以介绍给你们认识这样子 这个就是旅游的课程 所以他没有就是在认真 这不是在真的是focus在教语言 可是在讲一些有可能跟泰国文化有关系 是你去泰国哪些东西要小心 可以做不可以做 哪些东西我们觉得是没有礼貌 或者哪些行为是你不应该去做 或有你协助是被人去讲 太让泰国就不舒服 或者呃,如果你想问什么东西 可以马上问,因为是直播课程嘛 所以我们是可以就是有互动 就是下课的时候你还可以问 然后影片就留在我们的组里面 所以也蛮方便的啦 呃,然后呢 也觉得呃,那个组画课程它其实就是有可能会讲到 比如说你生病啊,你要怎么说 或者你要什么比如说要报警啊,你要怎么说 或者什么告诉时间啊什么的 就是这种东西你懂吗?那个就是组画课程的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刚讲的不会在旅游里面 不管你可能觉得有可能旅游有可能会生病啊 或者我去旅游有可能我就是有事情发生 不好事情我要去报警 或者我也想就是想知道时间之类的 可是那种东西这不是我们的呃,旅游泰文课程的重点 如果你想知道那些就是要报名绘画课程 就会告诉你的有12个主题 比如说去买菜啊,什么每个新菜叫什么 每个什么这个东西怎么主炸 呃,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怎么叫 可是如果是在呃,我们的旅游课程的话 如果topics,我们那一天的主题是食物 所以讲是泰国的哪个部分 北部吃什么东西,南部吃什么东西 然后有什么有名的泰国的 泰国会去的餐厅啊,咖啡厅或者什么rooftop酒吧 或者什么之类的这那种是 如果你准备去旅游的话 就是很像你是有来学一些 是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你去泰国你可以去看什么东西 然后哪个店有名是为了什么 他才有名 因为有谁谁谁有去过 或者他有什么故事之类的 就是那种感觉是我觉得蛮好玩的 不一定要会讲泰文 或者真的是对泰文有兴趣 才可以报名这个旅游课程 可是如果你也是报名了旅游课程 我也会教一点点泰文这样子 你去呃,泰国玩的时候 该知道的就是会知道 可是也没有深入到一定是可以讲的 绘画课程我觉得至少12 那个12的主题结束的 你一定是会简单的 跟泰国人普通的 你不管你在台湾你在哪里的 你跟泰国朋友聊天 有可能就是简单的 你应该会开始听得懂啊 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啊 自己去泰国玩或者 不管你要什么看电视剧什么的 应该简单的应该都会听得懂 所以有差别啦 一个是比较在就是准备帮你去玩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教泰文这样子 所以不太一样 好啦,今天就到这样子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不懂的话 就留言吧 然后呃,这个旅游课程呢 再告诉一下 这是时间价格什么之类的 旅游课程呢 是在每个礼 我是现在啦 打算是在每个礼拜四晚上 6点到8点 呃,然后我们的价格就是有10个小时嘛 有五千块 可是绘画课程呢 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它是礼拜二和礼拜六晚上 呃,然后那个好像等一下哦 7...7点半到9点半 对,然后一样 那个也是五千块 可是那个是有12个主题 就每个主题也会有什么一些讲义啊 然后有作业啊 就是很像在准备你教语言 是不太一样啦 好,就这样子咯 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就问我吧 好,谢谢大家哦 记得可以参加我们的那个 Lesson with Natcha Q&A哦 那个是如果有人想问什么问题 你就丢在那边 然后我就会抽 如果我觉得你们的问题很好的话 就是来回答 用直播的方法来回答 就是你也可以马上问 马上我也可以马上回答 这样子啦 所以觉得我们可以有更多互动 这样子 很像更认识这样子的感觉 好啦好啦,就这样子咯 拜拜,谢谢大家